第1721章你想怎么死 陆明的眼神很冷 非常的冷 他身上爆发出惊人无比的杀机 见场的情况 他一眼扫去 就能猜到八九不离十了 摩扬 今日 谁也救不了你 陆明冷漠出声 怕不向前 你给我挡住他 摩扬大吼一声 身形如闪电一般 向着前方冲去 另外一个老者 岂会那么傻去阻拦陆明 当初在龙神谷之外 陆明展露恐怖的战力 名声无敌 他上去 只能送死 他施展身形 就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陆明肯定会先追魔羊 那样一来 他就可以逃走了 你们谁也走不掉 陆明冷漠开口 手掌虚空而握 可怕的吞噬之力 爆发而出 灵体进化 吞噬之力 也变得更强了 吞噬之力 同时笼罩摩扬和那个老者 两人的身体 受到了可怕的引力 他们非但不能向前飞 还往后倒退 啊 怎么会这样 飞 飞啊 摩扬狂吼 吓得肝胆剧烈 拼命的爆发 想要向前飞 但他的身体 却在向后退 退得越来越快 那个老者 也是一样 凭他圣境的修为 居然连飞都飞不出去 震惊的无意附加 很快 他们两人 就退回到陆明不远处 饶命 饶命 我什么都没做 都是摩扬做的 那圣境老者大吼起来 直接将老者出卖了 你 摩扬牧师那老者 为虎作昌 一丘之河 死 陆明挥手 胜利如刀 直接将老者 披为两半 将他灵魂 也同时覆灭 一尊名圣小城的圣者 在陆明手中 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 邱盈云已经将 邱昊身上那 魔器汇聚的利刃拔出 邱昊爬到 年轻女子身边 抱着年轻女子的尸体 像是吃了一般 这让陆明的眼神更冷 冰冷的杀鸡笼罩 魔羊 魔羊眼中 露出惊恐之色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最后 陆明把目光落在 魔羊身上 陆明 你不能杀我 如今诸多大事 立在我天与魔宗联盟 你杀了我 不仅你要死 你所有的亲人朋友 都要死 魔羊大吼起来 秋 陆明一弹指 一道胜利 轰入魔羊的胯下 将他那星号星号 直接炸得稀巴烂 魔羊发出凄厉的惨叫 眼泪鼻涕其流 到现在 还威胁我 可笑 陆明淡漠出声 啊啊啊 陆明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 我告诉你 谢念青也死定了 你永远也得不到他 你真的以为他是在闭关吗 哈哈 你太天真了 魔羊疯了一般大笑起来 似乎知道自己活不了 干脆豁出去了 陆明心里大震 眼中迸发出可怕的光芒 道 说 小青怎么了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哈哈 陆明 我不会告诉你的 等你下次见到他之后 他已非他 甚至还会杀了你 哈哈哈哈 魔羊大笑 说 怎么回事 陆明声音更加冰冷 他心里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之前 本来就觉得 谢念青的事情不对劲 他第一次去天语魔宗 返回的途中 就遭到了追杀 第二次去 连谢念青的面都没见到 陆明 你杀了我吧 沙巴 我是不会说的 魔羊大笑 完全豁出去了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只要搜你的魂 就能知道了 陆明冷漠开口 身形移动 出现在魔羊身前 伸手一点 封住了魔羊一身胸围 不要 不要 魔羊终于怕了 拼命的挣扎 但他修为被封 又能如何挣扎 陆明伸出手指 点着魔羊的眉心 魔羊的身体 一下子僵硬下来 如吃傻了一般 陆明运转秘术 灵魂力渗透到 魔羊的灵魂当中 开始展开搜魂 但就在这时 魔羊的灵魂附近 突然爆发出 一股恐怖的毁灭之力 要将陆明 还有魔羊的灵魂 一起毁灭掉 魔羊的灵魂 居然被布下了禁止 看来果然有大秘密 陆明心中一动 简然 是有人怕魔羊 被人松魂 秘密泄露 在魔羊灵魂中围 布下了禁止 一旦魔羊遭到松魂 那禁止就会发动 将魔羊的灵魂毁灭 灵魂一灭 魔羊就变成了一个白痴 自然什么也松不到 很有可能 是魔羊的师尊 天与魔宗宗主留下的禁止 阵道 陆明低吼一声 运转阵道法则 无尽符文弥漫而出 将那些毁灭之力笼罩 想要将那些毁灭之力封印住 但那毁灭之力 非常厉害 不断地毁灭陆明的阵道法则 化为的符文 这样下去 陆明坚持不了太久 泡泡 陆明呼唤了一声 泡泡出现 施展出时空法则 渗透进魔羊的身体中 将那些毁灭的能量笼罩 这才暂时挡住那些毁灭的能量 我必须要加快了 陆明施展搜魂之术 顿时 一幅幅画面 出现在陆明的眼前 活灵活现 突然 一幅画面 引起了陆明的注意 陆明好像化身为魔羊的视觉 跟着一个中年美妇 沿着一个通道 一直往下 那中年美妇 正是天羽魔宗宗主 走过幽深的通道 来到一处地下洞窟之中 在地下洞窟之中 有一个角色女子盘膝而坐 一动不动 浑身被魔器笼罩 脚亲 陆明心里大阵 那爵士女子 正是谢念卿 呼呼 在这地下洞窟之中 有雪红色的雾气弥漫 此时 这些雪红色的雾气汇聚起来 化为一张巨脸 看起来像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老玉 材料带来了吗 巨脸开口 声音在地下洞窟中回荡 带来了 天羽魔宗宗主拿出一颗玉瓶 从玉瓶中 飞出了几道身影 陆明心里一阵 那身影 分明是圣境强者的灵魂 那巨脸张口一吸 将那几道灵魂吸入口中 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 然后开口 声音尖锐 还不够 还差一些 赶紧给我多找一些灵魂来 等我恢复到一定魂力 就可借这个丫头的肉身重生 嘿嘿 这个丫头具有大机缘 不仅得到地级强者的世界之心 体内更是蕴含恐怖的力量 我若借她之身重生 胸围不仅能全部恢复 还能更上一层楼 第1722章 今天秘密 那张巨脸 发出尖笑 不断的扭曲 非常诡异 露明很明显能感觉磨羊身体 微微颤抖 似乎非常惧怕 卷魔法王 你答应我的事情 可不要忘了 天语魔宗开口 放心 等邪灵教重新崛起 定有办法让你踏足五地之境 巨脸尖笑 轰猛龙 露明脑海中 响起了阵阵雷霆一般的声音 此时 她哪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天语魔宗深处 居然藏匿着一尊邪灵教的法王 她似乎要借谢念卿的肉身重生 也就是说 要夺赦谢念卿 露明心里 涌现出无尽的怒火 说什么谢念卿在闭关 完全是狗屁 完全是骗他的 该死 露明心里大吼 慢慢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 连续看到几幅画面 忽然 一幅画面中 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像是天语魔宗之人 无念刀宗 是无念刀宗的人 仔细一看后 露明发现 这些居然是无念刀宗的人 无念刀宗 原来就藏在天语魔宗之内 毫无疑问 天语魔宗 也投靠了邪灵教 吃吃吃 此时 那毁灭之力 越来越狂暴了 直接冲破了正道法则的阻拦 连时空法则 也难以挡住 被慢慢冲破 露明的一缕灵魂 直接从魔阳的灵魂退了出来 然后 那毁灭之力 就将魔阳灵魂淹没了 啊 魔阳抱着自己的脑袋 疯狂的大叫起来 似乎无比的痛苦 在地上疯狂的挣扎 过了片刻 魔阳才停下了挣扎 整个人晕了过去 很显然 魔阳的灵魂 已经被毁灭了 即便醒来 也是一个白痴 小青 露明双拳紧握 眼中迸发出惊人的杀鸡 按照搜魂的内容推测 谢念钦现在应该还没事 应该还没被夺赦 但情况瞬息万变 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谢念钦留在天羽魔宗一天 就多一份危险 必须要把谢念钦救出来 看来 必须要闯一闯天羽魔宗了 凭他自身的修为 肯定不够 但他有轮回几 未必没有机会 深吸一口气 不明让自己冷静下来 来到邱盈盈 邱昊身旁 邱昊依旧抱着年轻女子的尸体 仿佛吃傻了一般 唉 露明常叹一声 可惜 他们晚到了一步 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盈盈 我们带你大哥回龙神谷吧 陆明道 嗯 邱盈盈点点头 然后轻声道 大哥 我们先回龙神谷吧 家家姑娘已逝 我们得让他入土为安 不错 邱兄 你得振作 陆明道 邱昊穆娜的点点头 抱起年轻女子的尸体 站起身来 他之前虽然受到重创 但并非致命伤 母皇领体强大 修复力极强 此时已经能够行动了 陆兄 多谢 邱昊看了陆明一眼 然后抱着年轻女子尸体 向前而去 你们谁也走不掉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远空传来 轰朦胧 可怕的破空声传来 一道银色的光芒 划破虚空 以可怕的速度 靠近这边 声音还未落下 荧光已经到了 荧光之中散开 出现了一道身影 银正 陆明瞳孔一缩 眼神微微一宁 来人 居然是银龙谷主银正 银正 你在跟踪我 陆明冷声道 哼 我只是派人盯着你而已 银正冷冷道 目光一扫现场 落在陆明身上 道 陆明 把仓地的传承和宝物交出来吧 银正 你私自跟随我 要我交出仓地宝物和传承 你就不怕被我师尊知道 陆明道 银龙谷主冷笑 没有开口 又或者 等我把仓地传承和宝物交给你后 你就杀我们灭口 陆明又道 今日 你没有选择 银正声音冷漠 是吗 我选择不说 陆明道 不说 你们都要死 我会在你面前 一步步地折磨这两人 让他们求死不能 你若还是不说 那我只有选你 搜你的魂了 银龙谷主道 陆明的脸色 难看下来 银正 你身为一谷之主 如此对待龙神谷的弟子 还真是卑鄙啊 陆明道 废话少说 快点交出来 银正大喝 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就在这时 陆明一挥手 一道白光闪过 江秋盈盈 秋昊收进了山河图之中 然后陆明施展风雷布 身形如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讲走 给我留下 银正身上 荧光一闪 他如一条银龙一般 飞了出去 瞬息就追上了陆明 一拳轰出 一条银龙飞舞而出 向着陆明扑杀而去 威能极其可怕 嗡 陆明肩上 泡泡出手 打开了一条时空通道 陆明一步跨了进去 时空法则 给我破 银正开始一惊 然后大吼一声 双掌如排山倒海一般推出 一条巨大的银龙 张牙舞爪的飞舞而出 龙爪抓在时空通道之上 时空通道发出可怕的震动 然后碰得一声炸裂开来 陆明还没跨越多远 直接从时空通道之中被震了出来 银正太强了 就算在大圣之中 都是强者 修为接近至圣 而泡泡 还未破胜 时空法则虽然选傲 但与银正相差太远 时空通道一下就被银正击溃了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时空灵鼠 陆明 你真的是浮原深厚啊 不 应该是我浮原深厚 因为这一切 马上就要归我了 银正大笑 得意非常 吃尊 谷主 陆明忽然看向银正的后方 微微躬身 呵呵呵 陆明 这么低级的把戏 你以为我会信 银正冷笑 陆明想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逃走 怎么可能 现在 赶紧交出仓地传承和宝物 不然 你会死得很惨 你应该也心知肚明 今日不管你是交与不交 你都死定了 你交了 我会让你少受一些痛苦 银正继续道 我看你才死定了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不是出自陆明之口 而是从银正的后方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 银正的身体一下子 就僵硬住了 第1723章要杀就杀 银正浑身僵硬 脸色变得非常精彩 一阵清一阵白 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然后缓缓地转身 不远处 正有两个老者 眼神冰冷地看着银正 银正的脸色 瞬间惨白 两个老者 正是云龙谷主和冰龙谷主 银正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冰龙谷主一声叹息 与他有何可说的 今日不展了 祸害无穷 云龙谷主脸上 不再是温和的笑容 而是冷冽的杀鸡 坑 剑鸣升起 云龙谷主踏步而出 可怕的剑威 向着银正压了过去 银正 你干什么 你要杀我 我是云龙谷主 身份与你并列 你没有资格杀我 银正大叫 可笑 云龙谷主声音冷漠 一剑斩出浩瀚的剑威 让银正脸色惨变 他一咬牙 瞬间冲向了陆鸣 想要以陆鸣当人质 但云龙谷主岂会让他得逞 剑势一变 斩在银正与陆鸣的中间位置 可怕的剑威 直接将银正击飞了出去 而陆鸣 却一点事都没有 刷 云龙谷主一步跨出 就出现在陆鸣前方 再度一剑斩出 扑 绝光刺剑 银正差点被斩为两劫 身上出现了一条可怕的伤痕 他大口吐血 脸上尽是惊恐之色 谷主 救命啊 救救我 我银龙谷谷主 为龙神谷鞠躬尽瘁 这么多年来 历过多少功劳 你不能白白看着我被杀啊 银正大叫 哀求兵龙谷之主 银正 这么多年来 我没看到你鞠躬尽瘁 你太过自私 一心未己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的弟子 你的后人 还有为了你自己 甚至滥用私权 谋夺其他古弟子的机缘 其他谷主 已经向我提起多次了 我也给过你多次机会 但你却不知悔改 兵龙谷主叹息 没有 绝无此事 污蔑 纯粹是污蔑 银正大叫 连忙否认 污蔑 那之前与三宗大战之时 你为何让银龙谷不出战 躲在后面 兵龙谷主继续道 那是不值啊 为了区区一个陆明 一个荒芜岛屿来的蝼蚁 直骂 为他死战 直骂 他算什么东西 我一直态度就是将他交出去 缓和与天神宗的关系 还有 我刚才之所以让陆明交出仓地传承和宝物 也是如此 我不是为了自己 我拿着是要给其他宗门 平息他们的怒火 这样才能保全龙神谷 谷主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龙神谷 天地可见啊 银正狡辩道 就差一把鼻滴一把泪了 他直接就将刚才的所作所为 推得一干二净 把刚才所做的一切 都说成是为了龙神谷 用心良苦 陆明冷笑 这老家伙 果然比狐狸还狡猾 这 冰龙谷主陈吟 银龙谷主看到冰龙谷主露出犹豫之色 心里狂喜 以为有救了 正要再说 扑吃 一把长剑 直接从后面穿过了他的丹田 将他的圣心积成粉碎 银正发出凄厉的惨叫 发狂的转过身 不可思议的看着云龙谷主 云龙谷主居然直接就出手了 一招废了他的圣心 圣心一废 就是一个废人 回天乏力 就算不死 也比死了还难受 你 你 银正眼珠子都秃了出来 无比的不甘 他已经说动冰龙谷主了 但没想到 云龙谷主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唧唧歪歪 说那么多废话 我说杀你就要杀你 云龙谷主但莫开口 手一挥 剑石迸发 银正的身体在剑气下灰飞烟灭 他那么拙劣的废话 你都会信 云龙谷主一挥手 长剑飞回他手里 他不爽的看了冰龙谷主一眼 我不是信他的话 只是多年的师兄弟 多少有些不忍 冰龙谷主苦笑一声 谷主 师尊 你们怎么会来此 路民一抱拳 好奇的问道 银正这家伙 鬼鬼祟祟 准没安什么好心 我与师兄正好有事要外出 看到银正也外出 就顺便跟着他 没想到他居然在打你的主意 真是找死 本来还没有理由杀他 现在正好斩了 云龙谷主道 路民点点头 问道 师尊 你们说要外出 所谓何事 天神宗那些宗门 不是在天与魔宗进行联盟吗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云龙谷主道 天与魔宗 路民没头一挑 道 师尊 谷主 我之前搜那魔阳的魂 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接着 路民将雪魔法王 无念刀宗之事 说了一遍 什么 天与魔宗居然也投靠了邪灵教 还藏匿了一尊法王和无念刀宗的人 冰龙谷主大吃一惊 哈哈 正好 正好以此 破了他们的联盟 云龙谷主眼睛一亮 哈哈一笑 明儿 你先返回龙神谷吧 我们这就出发 前往天与魔宗 云龙谷主接着道 痴尊 我要你们一起去 路民道 不行 你去太危险了 如今的天与魔宗 高手如云 道师一旦开战 为师也保护不了你 云龙谷主一挥手 直接拒绝 痴尊 图二在百族战场 得到一件宝物 族可以自保 而且图二还有一计 若是顺利实施 可分裂对方的结盟 路民开口 随后将他的计策 说了一遍 你真的能自保 云龙谷主再问了一遍 当得到路民肯定的答复后 云龙谷主便点点头 道 好 那就按你的计划实施 痴尊 要稍等一下 我要先将云营他们送回龙神谷 路民道 我们带你一起回去 云龙谷主道 路民点点头 然后将魔羊收进了山河图内 之后的计划 魔羊可少不了 至于那两个圣者的尸体 被路民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然后云龙谷主和冰龙谷主 带着路民 回到了龙神谷 将邱营营兄妹放出后 云龙谷主和冰龙谷主 又带着路民 向着天与魔宗的方向而去 痴尊 谷主 救我们三人 人手恐怕有些不够啊 路民道 我们三人 当然不够 还有其他人 等下带你去见他们 云龙谷主一笑 第1724章杀到天羽魔宗 在一座挺拔俊秀的山峰上 路民看到三道身影迎风而立 冰龙老祖 生死剑派掌门 妖宝保保主 路民眼睛一亮 生死剑派 妖宝和龙神谷的关系 很不错 特别是妖宝 与冰龙老祖的关系匪浅 三大宗门站在一块 不足为奇 这样一来 就有五位至圣 特别是冰龙老祖 云龙谷主 和生死剑派掌门的战力 超出了一般的至圣 实力要更强 这是一股恐怖的力量 你们怎么把这个小家伙带来了 妖宝保主 目光如两轮太阳一般 望向路民 是这样的 冰龙谷主 将路民从摩阳那里 松魂所知的情况 讲了一遍 并且把路民的计划 也说了一遍 原来天羽魔宗也是 邪灵教于孽 早就猜测 还有宗门是邪灵教于孽 没想到是天羽魔宗 妖宝保主身上流露出金色的光芒 声音冰冷 正好这一次让真相大白 说不定能把全部的 邪灵教于孽都揪出来 生死剑派掌门的声音一很冷 接着 众人商量了一下细节 便静静等待起来 三天之后 便是诸多宗门会聚天羽魔宗 进行联盟之日 天羽魔宗 热闹非凡 这一次 天羽魔宗魔山之上 汇聚了苍州十二个顶级宗门的六个 天羽魔宗 玉独宗 天神宗 斜月宗 雪魔楼 九霄剑宗 至于天王殿 灵龙殿 破元世家三大势力 则选择中立观望 没有人前来 而生死剑派和妖宝 自然不用说 更加不会来 六大顶级宗门 还有其他中小型势力数十个 天羽魔宗 人山人海 在一座巍峨的魔山之上 这魔山上 有一座巨大的殿羽 在殿羽前方 排满了九席 而天羽魔宗 天神宗等六大顶级宗门的强者 都在最上方 另外还有一些中小型势力的首领 也坐在上方 天羽魔宗宗主坐在首座 环世四周 到本次联盟 意在覆面龙神谷 诸位可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 若是能逼迫那路明交出 苍地传承和宝物 就无需和龙神谷死战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若是和龙神谷死战 我们的损失也不会小 一旁 邪悦宗宗主开口道 他此言 立马得到一些中小型势力的认同 他们本次联盟 意在苍地传承和宝物 可不是和龙神谷死战的 此言差异 以他录明现在的成就 若他不死 以后他成长起来 谁人能敌 若是龙神谷不灭 以后绝对是后患无穷 岂能不灭 不灭的话 将来危险的就是我们 天与魔宗宗主道 其他人脸色剧都已变 天与魔宗宗主所以不差 陆明的天赋太强了 若是将来成长起来 怀恨在心 再有龙神谷撑腰 恐怕无人能敌 他们参与了此事的宗门 都有危险 一本作看 不仅龙神谷要灭 生死剑派 妖宝 后面也要一一灭掉 这样一来 才能永绝后患 而且他们占领的疆域 我们可以平分 那样 我们的宗门 才能更加强大 天与魔宗宗主继续道 眼中闪过阴冷之色 若不发动战争 他哪里去获得圣境强者的灵魂 给血魔法王吸收 怎么能削弱苍州的势力 所以灭陆明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要挑起战争 就在诸多宗门商议的时候 陆明孤身一人 来到天与魔宗之外 他毫不停留 向着天与魔宗而去 什么人 站住 有人大喝 几个天与魔宗的护山青年出现 当一看到陆明之后 脸色狂变 大吼起来 陆明 陆明来了 滚 陆明直接踏步向前 天空轰鸣 几个护山青年大口吐血 天与魔宗内部 飞出一道道身影 有几个身影 气息强大 赫然是圣境的存在 他们看到陆明 也是脸色大变 有人大吼 快去禀报宗主 杀 陆明踏步向前 大喝一声 神剑诀爆发 那几个圣境强者 直接惨叫一声 灵魂被陆明的神剑绝击灭 陨落当场 陆明浑身透露出冰冷的杀鸡 踏空向前 那些圣境以下的 一个个脸色惨白 根本不敢阻拦陆明 纷纷后退 巍峨大殿 诸多强者正在商议 忽然几道身影 急匆匆地飞来 天与魔宗宗主脸色一沉 呵斥道 什么事情如此匆忙 没看到我和诸位宗主 在此商议大事吗 一个老者连忙道 宗主 陆明来了 此言一出 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什么 陆明 他们来了多少人 天与魔宗宗主问 就一人 就陆明一人 老者回答 好大的胆子 一人也敢闯到这里来 宗主 我出去将他陆明擒来 天与魔宗一个大圣境的强者道 等一下 陆明不可能一个人前来送死 肯定有诈 我们还是全部出去 看他爽什么花样 诸位 如何 天与魔宗宗主道 好 管他什么花样 我们这么多人在此 他没有机会 乘机拿下陆明 逼他交出仓地传承和宝物 哈哈 走 诸大宗门的高手 纷纷向着魔山之外而去 不久 他们就看到一些天与魔宗弟子连连后退 而陆明一人 踏空而行 无人可挡 这让天与魔宗宗主脸色阴沉 天与魔宗宗主目光在四周一扫 然后落在陆明身上 道 陆明 还有谁和你一起来 叫他们现身吧 想让其他人现身 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陆明淡淡开口 身姿挺拔 眸中金光灿灿 流露出强大的战役 他的意思不言而喻 狂妄 上次老夫大义 这一次定要将你拿下 一个白袍老者踏空而出 正是上次与陆明一战的天神宗强者 莫空 莫空前辈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天与魔宗内 一个中年壮汉踏步而出 身上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乃是名胜圆满 丝毫不弱于莫空 而且在知道陆明的战力后 敢战出来的 多半也修炼成神通之术 对自己的战力非常有自信 再加上我 御独宗那里 也走出一个老者 修为也是名胜圆满 第1725章战大圣 三大强者 成善行 向着陆明围堵而去 陆明平静的立于虚空 仿佛没有看到 饺子 束手就擒 莫空冷声道 废话 老家伙 要出手就出手 上次被你逃过一命 这一次 你的命 我收了 陆明淡莫开口 狂妄 杀 莫空大喝一声 圣光迸发 形成一条条可怕的圣光丝带 将陆明笼罩在其中 形成可怕的切割之力 对着陆明疯狂切割起来 陆明静静的站在那里 唯有闪避 任圣光丝带将他笼罩 等圣光丝带将他笼罩之后 他出手了 一掌批出 圣光丝带直接炸裂 陆明身形如电 向着莫空杀去 不好 莫空脸色大变 他感觉 陆明的战力又提升了 但这怎么可能 这才多久的时间 魔炎战刀 独霸天下 这时 天语魔宗和御独宗的高手 都出手了 果然 两人都掌握神通之术 一出手 就是可怕的神通 神通之威 惊人无比 能轻易斩杀 不会神通的同级强者 但陆明神色冷漠 身形不停 连续劈出两掌 碰 碰 两人的神通之术 直接被陆明破灭 瞬息之间 陆明就出现在 莫空身前 莫空浑身发凉 身形疯狂的倒退 但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 笼罩住他 让他的身形一致 杀 陆明一冲而过 一掌劈出 长如天刀 莫空的身体 直接被批为两半 灵魂被磨灭 莫空 死 举多人大惊失色 莫空 可是修炼了 十几万年的老怪物 修为达到 明圣圆满 修炼成神通之术 站立在 明圣这个层次 绝对是巅峰的存在 但在陆明手上 却被催枯拉朽的碾压 被轻易击杀 这种视觉冲击力 实在太强了 抓 陆明击杀莫空后 身形不停 向着另外两人冲去 天空之中 突兀的出现 九扇封印之门 将那天羽魔宗的强者镇压 那天羽魔宗强者 发出咆哮 疯狂的斩击 四周的封印之门 但九扇封印之门 还没破开 陆明已道 不 他惊恐的大吼 但陆明手掌力斩而下 破灭一切 天羽魔宗的高手 不如墨空的后尘 被陆明斩杀 惊刻之间 陆明连斩两大高手 最后一个御独宗的高手 吓得肝胆俱寒 哪里敢与陆明一战 疯狂后退 退到人群之中 真是废物一个 刚才的气焰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吓得缩了起来 陆明不屑地看向御独宗那人 那人仗红了老脸 一声不吭 这小子 战力又变强了 天羽魔宗宗主低语 眼中闪烁凝重之色 而杀鸡却更浓了 其他人也是如此 心里震惊不已 一个月以前 在龙神谷的时候 陆明虽然能压制陌空 但绝没有那么容易 大战多招 但这一次完全是碾压 这是自然的 陆明的灵体 进化成中等天灵体 战力暴涨 击沙漠空这样的角色 轻而易举 没有难度 还有谁要拿下我的 出手吧 陆明淡淡开口 我来斩你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接着 天羽魔宗内 一个魁梧老者踏空而出 他身材壮硕 魔气冲销 每一步踏出 天空都在震动 他立于陆明身前 可怕的气息 让许多人呼吸都为之不畅 大圣 许多人低语 大圣要出手了 大圣小成 出手吧 我倒要看看 大圣到底有多强 陆明道 你很快就会后悔 魁梧老者冷漠出声 脚步一踏 一拳向着陆明轰来 魔道法则流转 这一拳 轰得空气剧烈的轰笑 宛如一座大山 轰向陆明 大圣的战力 比明圣 要强太多了 吼 陆明身体中 有龙银响起 陆明运转 真欲天宫 同样一拳轰出 这一拳 并无背影 但陆明的拳头 仿佛化为了真欲碑 就连拳头上的颜色 都仿佛与真欲碑一样的颜色 东 两人的拳头 重重的轰击在一起 响起了一声可怕的轰鸣 一道恐怖的冲击波 从两人的拳头中爆发而出 向着两旁冲去 天空的云朵 直接被冲击波击散 仿佛被天刀斩过 一座魔山被冲击波扫中 直接炸裂开来 刷 刷 两人身形 齐齐后退 平分秋色 嘶嘶嘶 许多人到稀凉气 不可思议的看着陆明 变态 妖孽 太恐怖了 明圣小城而已 居然能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 与大圣小城一战 跨越一个大境界 这是什么概念 他们不用说见过 就算听都没听过 苍州的典籍 都没有这样的记载 明圣小城 和大圣小城 相差的太大太大了 一个大圣小城的强者出手 一巴掌能拍死一大片明圣小城 但现在 陆明却能与一尊大圣小城的强者硬碰硬 不落下风 这简直不可思议 天羽魔宗宗主 天神宗宗主等人眼中爆发出惊人的杀机 陆明 不杀不行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他们全部要被陆明超越 要被陆明击杀 必须要杀了陆明 大圣境 就这点战力 陆明淡淡开口 狂妄 杀 魁梧老者大吼 如衣头发狂的野兽 他手中出现了一把战斧 战斧高举 天空之中 一把巨大无比的巨斧形成 巨斧之上 魔光绽放 环绕法则 可怕的气息 弥漫八方 这是一种可怕的神通之术 跨入大圣 想要修炼成神通不难 只是火候强弱的问题 斩 魁梧老者和 手臂一挥 巨斧暴展而下 仿佛在开天辟地 能破灭一切 这一刻 陆明身上 闪耀起一个各光点 一共有一百零八个光点 每一个光点中 都飞出一件圣兵 一共一百零八件圣兵 环绕陆明周身 而陆明手掌中 出现的一把战剑 剑气冲销 气息惊人 乃是大圣兵 这一把大圣兵 正是与神子一战 从神子那里得到的 在之前的一个月 陆明虽然全力领悟混沌截止 但也抽空 修炼了万兵诀 如今 陆明跨入圣境 修为暴涨 而灵体更是得到进化 陆明一口气 在浑身学窍中 封印了一百零八把圣兵 其中一件 还是大圣兵 第1726章拜大圣 一百零八把圣兵 战兵之气汇聚 强盛到极点 陆明手持大圣战剑 一剑斩出 一道剑盲冲天而起 与巨斧斩在一起 空 居空之中 巨斧和巨大的剑盲 斩击在一起 发出可怕的轰鸣 随后纷纷溃灭 谁也没有站到上风 杀 陆明大喝 脚步一踏 向着对方杀去 秋 秋 青年一动 身体周围的圣兵 纷纷向着对方杀了过去 魁梧老者大喝一声 战斧挥舞 将一剑剑战兵斩飞 而陆明手持战剑 冲杀到了 剑光璀璨无比 上面闪耀出乳白色的圣光 当 两人再度对轰了一招 依然平分秋色 陆明身体一退 脚步在虚空一踏 又向对方杀去 对方也是如此 两人展开激烈搏杀 战剑和战斧 不断地撞击在一起 火星四射 空中好像刮起了进气风暴 全场 寂静无声 一顺不顺地看着 许多人已经麻木了 对陆明战力的麻木 难道 一尊大圣 都拿不下陆明吗 难道需要更强者出手 那丢人真是丢大了 而天神宗宗主 脸色更加阴沉 因为陆明手中的大圣兵 是神子的 这还是他赐给神子的 现在却落在陆明手上 成为陆明的戾气 陆明与魁梧老者 两人硬碰硬 非常直接 瞬间大战了几十招 魁梧老者越战越惊 越战 他的心里就越焦躁 一尊大圣 对一个名胜小城的青年出手 正面一战 居然拿不下 这在苍州的历史上 都没有发生过 他的攻势 越来越狂暴 当陆明与对方又拼了一招 身形后退 就在这时 陆明的眼珠子 变得漆黑一片 宛如两汪深潭 深不可测 这一刻 魁梧老者好像发现陆明消失了 天地间 一条条巨龙向着他扑杀而来 幻术 给我破 魁梧老者大吼 使海中的灵魂发光 他手中的战斧横扫而出 破灭一切 这一招 便是灵魂幻术 当初从丘盈盈那里得到 刷 施展灵魂幻术后 陆明踏步而出 向着魁梧老者杀去 不好 此周观战的人 特别是天羽魔宗的人脸色大变 他们看到 魁梧老者突然对着空气疯狂的斩击起来 而陆明的身体急速靠近 对方好像没有反应 刷 陆明一箭 向着魁梧老者刺杀而出 滚 就在这时 魁梧老者大吼 似乎能感应到危机 战斧向着陆明斩来 斩在战舰上 挡住了陆明的一击 看来 我的灵魂力 还不够 陆明低语 由于主身次身融合 陆明的灵魂力暴涨 现在相当于大胜小成的灵魂力 但对方也是大胜小成的修为 灵魂力不弱于他 陆明虽然施展灵魂幻术 让对方产生了幻觉 但面对致命一击的时候 对方依然能感觉到 想当初定保小慧之上 邱盈盈的灵魂力远在对方之上 对方就一点也感觉不到了 完全陷入幻术之中 杀 陆明一挥手 一百多箭圣兵 但凡是攻击类型的 都向着魁梧老者杀去 同时他踏步而出 也向着魁梧老者杀去 魁梧老者大吼 战斧如不断地斩出 带起剧烈狂风 席卷四方 陆明难以靠近 以为这样就有用吗 给我震 陆明眉心发光 太极震盘浮现而出 弥漫出无尽的符文 一轮太极图案出现 向着魁梧老者镇压而去 太极震盘 全妙莫测 威力绝强 随着陆明修为的提升 能发挥的威力 也越来越强 嗡 太极图案 向着魁梧老者镇压而下 太极图案 有毁灭与封印之力 魁梧老者身形大阵 连连后退 杀 陆明杀到 一剑斩下 直接将魁梧老者斩为两劫 但达到了大圣境界 就算斩为两劫 也不会死 魁梧老者的被斩为两劫的身体 疯狂后退 陆明锦追不舍 欲杀对方 够了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天与魔宗宗主一挥手 胜利如丝带 一卷魁梧老者 将魁梧老者卷回他身后 魁梧老者脱离了 陆明幻术的范围 两劫身体接在一起 急速恢复起来 心有余悸地看向陆明 刚才 他差点被陆明斩杀了 很多人心里发颤 陆明 以明圣小成的修为 差点击杀了一尊大圣 怎么 明圣不行 来大圣 现在大圣不行了 你这一尊之圣 是不是要出手了 陆明看向天与魔宗宗主 嘲讽的道 他对天与魔宗宗主恨之入骨 恨不得立即斩了对方 对方居然将谢念钦 送给邪灵教的法王夺赦 该死 恐怕从谢念钦加入天与魔宗 被他看中身为弟子后 就有这个计划了 放肆 陆明 这里是天与魔宗 岂容你撒也 好了 现在将仓地传承和宝物交出来吧 天与魔宗宗主淡淡开口 直接将话题转移 将目标对准仓地宝物上面 不急 先让你看一个人 陆明一笑 然后手掌虚空一抓 魔阳就出现在陆明手中 此时 魔阳依然是昏迷的 被陆明抓在手里 然而 你对他做了什么 天与魔宗宗主脸色微微一变 呵斥道 也没什么 这个家伙追杀我龙神谷的弟子 刚好被我碰到 被我打晕带来了 陆明淡淡一笑道 现在 将羊儿交给我 天与魔宗宗主开口 语气中充斥着命令的口吻 交给你也行 但你先把念卿交给我 我们一人换一人 这才公平 陆明道 换念卿 可笑 念卿本来就是我的弟子 我岂会拿另外一个弟子 换这个弟子 天与魔宗宗主直接拒绝 陆明脸色未变 他早就猜到这个结果 对方要拿些念卿让邪灵教法王夺赦 岂会与他交换魔阳 这么说 是不换了 告诉你一件事 其实我之前搜过魔阳的魂 在他记忆中 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陆明微笑道 天与魔宗宗主脸色陡然变了一下 眸光更加阴森 盯着陆明道 不用骗我 无人可搜羊儿的魂 第1727章讹诈成功 我知道你在魔阳灵魂附近 设下了禁止 一搜魂 就会毁灭他的灵魂 可惜 你还是小看了我 陆明淡淡微笑 他的笑容 让天与魔宗宗主脸色越来越难看 讲在我面前欺诈于我 你还太嫩了 放开羊儿 天与魔宗宗主冷笑 踏步而出 站住 再走一步 我就杀了他 陆明捏着魔阳的脖子 森冷道 同时身形往后退 既然你不信 那我公之于众 天与魔宗乃是邪灵教于孽 魔山之底藏着一尊邪灵教法王 还有无念刀宗的人 也藏在天与魔宗之内 陆明一边退 一边开口 声音传遍全场 此言一出 全场一下子寂静下来 许多人震惊的瞪大眼睛 看向天与魔宗宗主 天与魔宗 居然是邪灵教于孽 真的假的 空 天神宗宗主身上 泥漫出璀璨的圣光 目光冰冷的望向天与魔宗宗主 道 陆明所言 是不是真的 胡说八道 如此拙劣的挑拨离间之计 你们也信 天与魔宗宗猛冷冷道 脸色无比阴沉 天神宗宗主脸色变换不定 也许 真的是陆明的挑拨离间之计 想要验证是不是真的 只要我当场再搜一遍魔阳的魂 将他记忆中的画面投影出来 不就清楚了吗 诸位 想看看吗 那可是非常精彩 陆明微笑道 然后提起魔阳 伸手点向他的眉心 做事要再松魂 你想干什么 想要对阳而不利 找死 天与魔宗宗主大喝 一爪抓出 一只巨大无比的魔爪行程 向着陆明抓来 魔爪弥漫出恐怖的契机 他这是要将陆明和魔阳一起诛杀 毁灭证据 秋 高空之中 一道璀璨的剑光展来 将魔爪披围两半 剑光一脸 一道身影出现在陆明身旁 正是云龙谷主 怎么 想杀人灭口 害怕自己的邪灵教与孽之事 暴露出来吗 云龙谷主道 云若须 你果然来了 中卫 一起出手 诛杀他们 然后覆灭龙神谷 天与魔宗宗主大叫 我觉得 还是先搜魔阳的魂 看看具体的情况再说 天神宗宗主冷漠道 他虽然也很想击杀陆明和云龙谷主 但比起邪灵教一事 只能先把陆明放在一旁 若天与魔宗真的是邪灵教于孽 陆明说的都是真的 那事情就严重了 很明显 天与魔宗是把他们当枪使 挑起苍州内乱 到时一个弄不好 天神宗都要覆灭 这等大事 必须要先弄清楚 不错 先搜魂 如果陆明所言是假的 再杀他们不迟 九霄建宗的宗主也开口道 天与魔宗宗主脸色一阵变幻 随后冷声道 好 就让他们松魂 亲者自亲 等证明我天与魔宗的清白后 再杀他们不迟 陆明 松魂吧 天与魔宗宗主向后退出 脸色恢复了平静 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 好 师尊 你来松魂 将画面投影出来 陆明提起魔阳 对云龙谷主道 好 云龙谷主点点 伸手点向魔阳的眉心 动手 就在这时 天与魔宗宗主突然大吼一声 抱起发难 一掌轰向他身边的天神宗宗主 同时 人群之中 无数人动手了 可怕的攻击 攻向他们身边的人 你 天神宗宗主大惊 关键时刻 全力轰出一招 挡住了天与魔宗宗主的攻击 但身体连连后退 一口鲜血喷出 他仓促之下 难以完全抵挡对方的攻击 天神宗宗主警惕心算强的 那些警惕心弱一些的 直接被击杀 剑场 响起了阵阵惨叫声 啊 天神宗内 一声不甘的咆哮 响彻天地 这一声咆哮 来自天神宗的另外一个至圣 这一次 天神宗来了两个至圣 他身边 血魔楼的楼主对他抱起发难 可怕剑光直接击碎了他的圣心 剑光迸发 这个天神宗至圣强者陨落 另外 玉独宗的强者也向着邪阅宗 九霄剑派的强者发难 邪阅宗宗主遭到重创 还好反应及时 才没有被击杀 这一瞬间 天神宗 九霄剑宗 邪阅宗三大宗门许多强者被击杀 卷魔楼 玉独宗 你们全是叛徒 天神宗宗主大吼 陆明说的没错 你们果然是邪灵教于孽 九霄剑宗宗主大吼 刚才那一下 他们损失太大了 自从陆明说出天羽魔宗是邪灵教于孽之后 他们多少对天羽魔宗产生了一丝戒备心 但万万没想到 玉独宗 血魔楼 居然也是一丘之河 终于动手了 陆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这就是他的计划 以搜魔羊之魂为由 讹诈天羽魔宗出手 计划很成功 天羽魔宗宗主果然不敢赌 直接动手了 只是他没料到 血魔楼 玉独宗 居然也是一丘之河 杀 杀 杀光他们 天羽魔宗宗主大吼 声音无比冷漠 像着天神宗宗主展开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势 天神宗 九霄剑宗 邪悦宗三大宗门来此的力量 本来很强 不弱于天羽魔宗 血魔楼 和玉独宗三大宗门 但当才被偷袭 天神宗被杀了一尊之圣 邪悦宗宗主重创 九霄剑宗另外一尊之圣 也遭到重创 岂岂可危 能保持巅峰战力的 就只有九霄剑宗宗主 而大圣 明圣 更是损失惨重 情况极为不利 杀 杀 这时 从另外一座魔山之上 冲出了大量的身影 杀向这边 无念刀宗 果然在这里 还有邪灵教的人 有四尊至圣 有人惊呼 露出绝望之色 冲出的人当中 一眼就看出 分为两批 一批是无念刀宗之人 有两个至圣带领 一披身穿黑袍 应该是邪灵教的高手 为首的两人 也是至圣 天神宗 九霄剑宗 邪月宗三大宗门之人 露出绝望之色 明儿 你照顾好自己 云龙谷主对陆明道 然后持剑杀向邪灵教的强者 吼 一声龙云响起 冰龙老祖出现 巨大的龙爪 抓向无念刀宗的两个至圣 第1728章 陆明斩至圣 龙神谷的冰龙老祖 无念刀宗的两个强者脸色大变 斩出可怕的刀光 斩向冰龙老祖 秋 一道黑白色的剑气 滑破虚空 斩向雪魔楼的楼主 接着 一声大吼 一只太阳神师出现 接着 冰龙谷主一出现 加入了战团 虽然 天神宗己大宗门之前商议要覆灭龙神谷 但现在 却不能对他们见死不救 因为存亡齿寒 若是天神宗 九霄剑宗 邪阅宗三大宗门的强者 全部死在这里 那么苍州剩下的势力 实力会大减 这正和邪灵教之意 他们现在必须要联合起来 对付邪灵教 剑场 陷入一场混战当中 许多至圣 飞上了高空 进行大战 因为至圣大战太恐怖了 一出的禁气 能击杀大圣 名圣 更不要说圣禁以下的了 他们都有门人弟子在下方 若是在下方全力一战 两方弟子都要死绝 至圣飞到高空大战 下方 其他人混站在一起 惨叫声不断响起 惨烈无比 脚青 就在那座魔山之中 陆明目光一扫 根据当初在魔阳记忆中看到的画面 陆明的目光落在之前诸多宗门聚会之地 谢念青就在被关押在那座魔山之下 其灵教的选魔法王灵魂也在下方 陆明向前踏步而去 他身上圣兵环绕 手持战剑 一斩而出 一个天与魔宗的圣者就被他斩杀 扑 接着又是一剑 斩杀了一个御独宗的圣者 连斩几人之后 陆明也不练战 施展风雷步 身形闪烁 向着里面那座魔山而去 陆明 给我死 一声大吼 一个中年壮汉 手持魔刀 向着陆明杀来 气息惊人至极 这是一尊大圣 实力比之前与陆明大战的那个魁梧老者 还要强大 陆明挥舞战剑 奋力斩出一剑 当对方的刀芒 直接击溃了陆明的剑光 斩在陆明的战剑上 陆明感觉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涌来 身形连连后退 气血翻涌 一口鲜血从口角流出 大圣大成 这是一个大圣大成境的强者 强大无比 陆明根本不敌 肩费掉他 等大战结束之后 逼问出他的秘密 又有几人出现 挡在陆明身前 全部都是大圣境的强者 其中一人 正是之前与陆明大战的魁梧老者 眼神分外阴冷 一共四个大圣 陆明几乎不可能敌得过 赐尊大圣 气息爆发 压向陆明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成全你们 陆明冷漠开口 他周围的圣兵 全部飞入陆明的身体当中 消失不见 而陆明手掌之中 出现一感大己 轮回己 真缘涌入 轮回己中 一道能量被激发出来 轮回己上 顿时浮现出一层乌黑的光芒 还想杀我们 死 那中年壮汉 再度一刀 向着陆明斩来 杀 陆明手持轮回己 立斩而出 坑的一声 那中年壮汉手中的战刀 直接摆轮回己斩为两截 轮回己不停 一斩而过 中年壮汉的身体 从中间分裂开来 一尊大圣大成的强者 陨落 其他三个大圣 差点没活活吓死 那可是一尊大圣大圣的强者啊 直接被陆明一己批死了 就连大圣兵的魔刀 都被斩为两截 怎么会这样 退 退 他们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退 离陆明越远越好 现在想走 晚了 杀 陆明大喝 轮回己横斩而出 一道乌光一闪而出 三个大圣的身体 直接僵硬住了 眼珠子都突出了出来 露出惊骇欲绝的表情 然后 他们的身体直接四分五裂 灵魂被磨灭 三个大圣 一招击杀 附近的其他人 吓得肝胆剧烈 疯狂的后退 远离陆明 陆明踏步向前 继续向着那座魔山而去 陆上 有几百无念刀宗和邪灵教之人挡在中间 直接被陆明一己披杀 几百人瞬间被斩 陆明浑身浴血 如一尊魔神一般 来到那座魔山之前 给我开 陆明双手持轮回己 高高举起 轮回己急剧变大 然后重重的向着魔山披了下去 这一己 如天神之己 力披而下 魔山上巨大的宫殿 直接爆裂炸碎 轰猛龙 巍峨的魔山 在轮回己之下 发出巨响 然后直接被劈了开来 分为两半 巨石飞溅 宛如末日一般 魔山被劈开 露出魔山下的地下洞窟 神猛人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彻苍穹 地下洞窟之中 血雾汇聚 形成一张巨大的人脸 而泻念轻盘坐于那里 一动不动 好像对外面的一切 浑然不知 脚轻 露鸣心里一颤 没想到再一次见到 谢念轻 居然是在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天语魔宗 邪灵教 当灭 当杀 露鸣眼中 弥漫出一层血红 杀鸡无比浓烈 脚子 你找死 一声大喝响起 地下洞窟之中 冲出一个黑袍老者 浑身魔气冲天 气息极其恐怖 这是一尊之圣 这个地下洞窟 天语魔宗专门叫了一尊之圣 守在这里 给我杀了他 那血魔法王形成的巨脸尖叫 死 天语魔宗之圣 魔气冲天 向着露鸣一爪抓来 可怕的魔爪 比山岳还要巨大 不要说明圣 就是一尊大圣圆满的强者 都要被这一爪抓死 但露鸣未变 依旧冷漠 踏步而出 冰冷的声音吐出 死的是你 轮回脊变大 一展而出 天语魔宗至圣形成的魔爪 直接被斩裂 轮回脊不停 展向天语魔宗至圣 怎么可能 天语魔宗至圣瞳孔急剧放大 他发现 他完全被轮回脊锁定 似乎有一股轮回的力量 让他无法闪避 只有应接 他抱好一声 双掌连续拍出 瞬间拍出上百掌 上百道掌印会合 形成一只魔道大手印 轰向轮回脊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轮回脊斩下 魔道大手印崩溃 轮回脊已无可匹敌之势 斩在天语魔宗至圣身上 正位至圣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传遍整个天语魔宗 然后 他便被陆明批为两半 连灵魂一起湮灭 一尊至圣 第1729章灵魂间的对抗 这一幕被现场其他人看到 朕的所有人心里颤抖 特别是天语魔宗 预读宗这一边的人 差点没被活活吓死 一尊至圣 被陆明一己直接斩杀了 陆明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该死 该死 这小畜生 怎么会掌控这么恐怖的力量 天语魔宗宗主最为震惊 心里不断尖叫 一张脸极为扭曲 哈哈哈哈 杀得好 邪灵教余孽 注定要再次覆灭 云空谷主大笑 见光如龙 逼得一位邪灵教至圣连连后退 怎么可能 那雪魔法王聚脸 也发出尖叫 雪魔法王 现在斩你 陆明手持轮回己 向着雪魔法王杀去 轮回己 能斩任何地级以下的人物 雪魔法王全盛十七 虽然是地级强者 但如今只剩下一缕残魂 照斩不悟 该死 一群废物 现在只能先夺赦了 雪魔法王怒吼一声 化为一道雪光 冲入谢念卿的眉心之中 不好 陆明脸色一变 直接冲向谢念卿 脚轻 醒来 陆明大喝 如蛇战春雷 但丝毫无用 谢念卿并没有醒来 而且 谢念卿身上弥漫出一层血光 他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陆明焦急万分 显然 雪魔法王在夺射谢念卿 要毁灭谢念卿的精神意志 取而代之 陆明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拼了 陆明眼中露出一丝果觉之色 随后脚步一踏 运转正道法则 地面上浮现出无尽的符文 符文并非明文 比明文更高级 只有领悟了法则之力 才能发出 一座大阵将陆明笼罩 然后盘膝而坐 他眉心发光 一个小人出现 正是陆明的灵魂 陆明的灵魂 冲向谢念卿的眉心 围入到谢念卿的眉心当中 下一刻 陆明的灵魂 出现在一片茫茫之地 这一片地方便是谢念卿的石海 陆明一进来 就看到了谢念卿的身影 此时 谢念卿正被一团血色雾气笼罩 小青 陆明大吼一声 就冲了过去 那谢念卿的身影 并非谢念卿是灵魂 谢念卿还未破胜 并未凝聚出灵魂 而是谢念卿的精神意志 自身的精神意志 是能够在自己的石海中投影出形体来的 就像陆明以前很早的时候 就能够在自己的石海 投影出形体来了 但不可能如陆明一般 灵魂进入他人石海中 精神意志 一旦突破圣境 就会凝聚出灵魂 若雪魔法王将谢念卿的精神意志练化之后 谢念卿就等于消失在天地间了 陆明 谢念卿惊呼 没想到陆明会来到他的石海 卷魔法王 给我死 陆明化为一道光芒 冲向雪魔法王 手掌一批 混沌法则运转 展向雪魔法王的灵魂 法则 是靠领悟之后掌握的 借用天地间的法则 并非自身的能量 所以灵魂也能运用法则 饺子 你找死 雪魔法王冷喝 凝聚成人形 是一个老玉的形态 伸出干枯的手爪 向着陆明抓来 碰 陆明的手掌 踢在雪魔法王的手爪上 顿时感觉一股可怕的力量涌来 仿佛要将陆明的手臂撕裂开来 陆明的身形急速后退 混沌法则不断流转 才将这股力量磨灭 卷魔法王 虽然只是一缕残魂 但毕竟全盛时期 是地级的存在 底蕴太强了 根本不是陆明现在能敌的 即便陆明的灵魂力 已经相当于大盛级别 也无用 小子 你今天不但救不了这个小妞 连你也要留在这里 卷魔法王冷笑 身形向着陆明挑来 干枯的手爪继续抓向陆明 神剑诀陆明心念一动 运转神剑诀 他整个身体化为了一把剑 一把灵魂之间 斩向血魔法王 居然是灭魂的神剑诀 可惜你的灵魂力太弱了 卷魔法王冷笑 手爪抓在陆明所画的灵魂战剑上 发出一声金铁交击的声音 陆明所画的灵魂战剑被击飞了出去 抓 灵魂战剑重新化为陆明的模样 陆明身形一闪 出现在谢念青身旁 小青 你没事吧 陆明担忧的看向谢念青 我没事 陆明 你怎么来了 快走 快离开这里 谢念青焦急的道 傻丫头 你说什么傻话 你有危险 我怎么会离开 独自逃生 今日要死 也一起死 陆明道 满含柔情 那我就送你们一程 让你们做一对同命鸳鸯 卷魔法王冷笑 向着两人杀来 手爪 向着两人抓来 这里 是我的石海 滚出去 借念青焦喝 他的精神一直发光 有一种可怕的波动 向着雪魔法王弥漫而去 结魔法王眼神露出凝重之色 双爪不断抓出 破开那无形的波动 想要夺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像谢念青说的 这里是他的石海 在他的石海中 谢念青自己 能够发挥出可怕的力量 磨灭外来的灵魂 所以 雪魔法王之前 一直想要吞噬炼化更多的灵魂 壮大自身灵魂 然后才开始夺射谢念青 但现在 他是被迫提前展开夺射的 杀 陆明继续施展神剑诀 化身神剑 配合谢念青 与雪魔法王对抗 而此时 外面的大战 也越来越激烈 大量的强者 永远地倒在了这里 鲜血染红了魔衫 天与魔宗宗主 看到陆明的灵魂 进入谢念青体内 露出焦躁之色 你们 去杀了陆明 快 天与魔宗宗主大喝 顿时 有几个大圣强者 向着陆明扑杀而去 找死 一声长啸 剑光破空 顿时有两个大圣被斩杀 剑光一闪 云龙谷主出现在陆明身旁 持剑挡在那里 杀 一定要杀了陆明 让法王夺赦成功 天与魔宗宗主尖叫 这一切 涉及到他的未来 若是雪魔法王成功 他将来成地有望 绝不能被陆明毁了 天与魔宗宗主 拼尽全力击退了对手 向着云龙谷主冲杀而去 同时 还有另外两个智圣 也冲向云龙谷主那边 此时 邪灵教那边 又多出了两个智圣强者 现在 邪灵教那边 智圣数量 已经占据了优势 第1730章 镇杀地者灵魂 邪灵教这边 加上天与魔宗 御独宗 雪魔楼三大宗门 智圣加在一起 已经有11个之多 而云龙谷主他们 本来来了5人 加上天神宗 邪阅宗 九霄剑宗的智圣 加起来 有9人 但有两人当才在通袭之下 被重创了 所以形势对云龙谷主他们这边不利 云龙九县 云龙谷主手中战剑不断斩出 剑光化为9条云龙飞舞而出 将几个智圣挡在了空中 但几个智圣奋力出击 先后将云龙击溃 云龙谷主虽强 但毕竟只有一人 难以阻挡对方数人联手 杀 杀 几个智圣大喝 操控法则 运转神通 形成恐怖的功法之力 向着云龙谷主倾泻而去 这其中也有战力可怕之人 不弱于云龙谷主多少 吼 一声龙吟 冰龙老祖带着可怕的寒流冲到 一招将一个智圣击飞了出去 差点将对方冰封 滚 冰龙长啸 龙爪连续抓出 另外两个智圣 也被冰龙逼退 冰龙老祖和云龙谷主站在一起 共同守护陆明和谢念卿 冲过去 天与魔宗宗主尖叫 起码有五个智圣 向着陆明那边杀去 不过云龙谷主和冰龙老祖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严防死守 对方一时间也冲不过去 而在谢念卿的十海之中 大战已经进入到白热化 却魔老祖终究是地级强者 即便剩下残魂 也依然恐怖无比 陆明和谢念卿已经不敌 被雪魔老祖化为一团雪光 团团围住 绝光之中 蕴含法则的力量 他要将陆明和谢念卿 一起练化了 嘿嘿嘿 你们的结局已经注定 乖乖认命吧 却魔法王发出尖锐的笑声 雪雾弥漫 陆明感觉灵魂传来撕裂般的痛疼 而谢念卿的精神意志体 一阵阵颤 似乎要抵挡不住了 脚轻 陆明不甘 灵魂化为常见 不断地斩击四周的雪雾 可惜随着大战 陆明的灵魂力越来越弱 已经难以对雪魔法王构成致命的伤害 挣扎吧 拼命挣扎吧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却魔法王大笑 他似乎非常享受看到陆明他们挣扎的过程 就在这时 陆明的肉身脊椎处 散发雪光 接着 震域被雪脉浮现而出 抓得一声 震域被雪脉直接冲进谢念卿的眉心 来到谢念卿的石海中 公 一来到谢念卿的石海中 震域被就急速变化 如山月一般 下方 那玉杯两个字 更是散发万丈霞光 向着雪魔法王震压而下 震域被 怎么可能 雪魔法王发出尖叫 空 震域被震压而下 雪魔法王发出一声惨叫 雪雾翻滚 重新形成一具老玉形体 脸上带着无比震惊与惊骇之意 嗡 震域杯越来越大 那两个字仿佛有无穷伟力 再一次向着雪魔法王震压而下 雪魔法王大叫一声 急速后退 但无用 他仿佛被震域杯锁定了 无处可逃 空 这一次 直接让雪魔法王的身体炸裂开来 一团团灵魂力被震域杯的力量磨灭 当雪魔法王再次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身体缩小了一大圈 看起来萎靡不振 但震域杯显然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再度震压而下 卷魔法王惊惧的尖叫 他要疯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震域杯会出现在这里 震域杯 就是他这一族的克星 哼 这一次 雪魔法王更惨 形态直接被击散 一阵翻滚 居然难以凝聚成形 这时 谢念钦的石海中 突然出现一颗黑色的金石 散发出可怕的吞噬之力 要将雪魔法王的的残魂 吞噬进去 是我的那颗世界之心 谢念钦开口 露鸣神情移动 然后操控这雨杯 飞回到露鸣头顶 啊 不要 卷魔法王不断的尖叫 似乎惊恐无比 但依然有一团团灵魂能量 被世界之心吸收掉了 露鸣认得 这一颗世界之心 就是当年在神须大陆的神须核心得到的 以前还以为是一颗圣心 现在看来 完全是一位低级强者留下的世界之心 卷魔法王的灵魂能量 不断的被世界之心吞噬掉 最后 只剩下一道黑影 在不断扭曲 挣扎 那是 这一刻 露鸣心神大阵 因为最后出现的这道黑影 根本不像是人族 虽然成人形 但非常诡异 仿佛是一道影子一般 而且其眉心 有一个眼睛 一共有三个眼睛 露鸣想到了三眼神族 还有碰到太坦天牛时 那与太坦天牛大战的巨大恐怖生灵 也是三只眼睛 这其中 有什么联系 难道 这黑影才是雪魔法王的本体 嗡 这一刻 镇玉杯居然不受露鸣的控制 脱离露鸣的身体 直接飞了出去 向着黑影镇压而下 不 黑影发出惊恐的大叫 但是在镇玉杯之下 黑影炸裂 而后直接灰飞烟灭 卷魔法王的残魂 终究被镇玉杯震死 露鸣常呼一口气 露鸣 我要闭关了 这时 谢念钦开口 那颗世界之心 似乎吸收了雪魔法王的灵魂能量 产生了异变 好 你闭关吧 我为你护法 露鸣道 谢念钦点点头 下一刻 他的精神一直消失在这里 而露鸣 则带着镇玉杯 离开了谢念钦的石海 回到了身体当中 一回到身体当中 露鸣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剧烈的轰鸣 一转头 便看到云龙谷主和冰龙老祖 在与五个制胜大战 在五个制胜联手之下 并且其中也有可怕的强者 云龙谷主和冰龙老祖 抵挡起来 已经很勉强了 但依然没有后退一步 坚定地挡在前方 杀 露鸣大喝 手持轮回挤 大踏步而出 露鸣 成功了吗 冰龙老祖问道 成功了 雪魔法王已灭 露鸣开口 声音传遍全场 让许多人心里大震 不可能 天语魔宗宗主 像是封了一般大叫起来 雪魔法王一死 他辛苦多年的心血 可就白费了 他的脸都扭曲了起来